我现在刚从那个武克松地铁站出来 从这个地铁站出来之后 从地下就可以到那个武克松体育馆 现在叫凯迪拉克中心 这个地方是一个打卡的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在这个入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它的简介 上面那个凯迪拉克中心在地上 这个地下被打造成一个娱乐餐饮的一个中心 我觉得这个地方比那个三里屯那个地方还要有人气 所以说一会儿从下面过去的时候拍一拍 这个是武克松体育馆 下面这个地方 这有个地上的篮球场 对面那个是下面有很多那个小孩玩的 什么游戏机啊 各种电子经济的东西 这边有一个冰球馆 现在正在建设中 我现在就在这个部分 然后一会儿从这个地方转过去 这个是武克松体育馆的演唱会海报 张艺兴许松 费又青还有林又嘉 武克松体育馆有很多明星在这举办过演唱会 你像周杰伦 王菲啊什么的 一般明星在北京举行演唱会这个地方是首选 平时的话是北京首钢的主场 这个是07年建好的 然后08年奥远会的时候 开正式开放使用的 我是各地方 PE Motto 旁边بة 都是早上留意了 我们来讲去的 gang闹 Louden 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 相当中找 我们来讲 然后在这边 我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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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排全是做吃的 现在还是在地下 从这边转过去 这边有很多那种旗舰店每个大品牌 前边塔丢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有个室外篮球场 这有个阿迪的旗舰店 一会儿从这条街转过去 这个是一个理想电动车 刚才就是从这里面转出来的 那个彩色的台阶是 就是往南走通那个复兴路啊 就是朝安街的西岩县 从这个台阶下到这个地下来 这个是下面一座那个故意品街 里面是这样的 都是一些很精致还有创业的东西 回到原来那个方向还是从这开始转 今天这个北京天有点阴啊 但是很凉快 这路边有个喷泉啊 哇这小孩都玩疯了 这个地方有个快手广场啊 这个地方好像进不去现在 快手的对面是一个是一个耐克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多的这个形象店在这扎堆啊 这也是算是一个体育中心啊 跟那个凯特拉克中心风格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竞技 主题乐园 打游戏比赛什么呢 我在这个地方碰到 碰到好多次 在这个这个空地上 球困在 我现在绕到这个竞技中心的后面了 现在从这个电梯可以上去 但是我不想从这上去 我从下边这另一条街上绕过去 对面那个玻璃的建筑是那个啥 是那个301医院 就是解放军总医院 这个天桥上面一帮小孩等着玩这个滑梯啊 从这下面上去吧 从这下面上去吧 看上面那个HIFI竞技主题乐园 那个就是一个跟电子游戏厅一样 那地方特别热闹 从这个地方就能过去 然后从那个竞技主题公园里面 中心里面上去 就到那个五克松了 下面是餐饮 上面还有一株雕塑 这是它的名称 什么是死是活 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哇 听听这个噪音声对 哇 听听这个噪音声对 这有一个螺旋型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楼梯 从这上去 在出口的地方有一个玩往这荣耀的一个现场的比赛 在出口的地方有一个玩往这荣耀的一个现场的比赛 现在从这个竞技主题乐园出来了 对面那个在建设中的就是一个冰球馆应该是 这个就是五克松体育馆 现在叫凯迪拉克中心 这个样子 这有好多人好像是叫什么虚松的演唱会 那个有认识的吗 我不认识 从这下去就是刚才那个那条步行街 这个是里面的场景啊 现在就不进去了 那个唱歌那个歌星我都不认识 这个碰上感兴趣的东西进去玩一下可以 这个能容纳一万八千人好像是 马布里 马正尾 这个地方是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停车场 从外边也开始上来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